国台办法案人陈平华也说了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 在金门附近展开执法巡查 也表示这是一个维护 相关海域作业秩序的正当之举 那么同时也表示 对民进党当局无视大陆渔民 生命财产安全伤势 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粗暴行径 绝不容忍 绝不姑息 所以也跟民进党当局来表示了 要赶快给遇难者一方 两岸居民个交代 大陆方面保留进一步措施的权力 一切的后果都由民进党来承担 这个就是先前 因为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故 那么同时在这两天看到 有两岸同框 首先3月14号大陆渔船 在金门的东地岛海域翻覆 那么15号在海洋装备 跟公务船的资讯微博 也表示现在交通运输部的 东海救助局所属 大型专业救助团 东海救113 那么也来了 距离这个东地岛只有 0.2海里这么的靠近 那么来救人 那么3月15号一位大陆渔民 在距离北干三连与东侧的 海域落海 那么在东 在这个部分的话 马祖海巡队货报之后 也是前往来协巡 那大陆部分是派出了海警 1460屋艇 还有这个树骚的渔船 来进行搜救 同天呢国台湾表示 共同搜救是展现一个 手足的情谊 那么所以在这个部分 是出现海巡署也发布了 两岸的船艇 在金门船域 在这个金门海域同框搜救 那我们可以看到 正在这个两岸同框的照片 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现在因为是要来救人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状况 不我们这边是有点刻意 把它叫联合搜救 事实上并没有 事实上我也看到台湾的媒体 写成联合搜救 事实上是各自前往这个发生事情的 那个地点去做搜救 亮哥很讨厌 就老是戳破人家的话 不是啦 这个就是 我就是在讲说 他就是在讲说 他也有意要酝酿那个氛围 可是国来办回答问题就很实在 他是一码归一码 当然国来办没有直接这样讲 不过国来办就是说 214那个事件 到目前为止海巡署 并没有好好回应 上管毕临那个道歉 我讲白了啦 那个更像是对国内道歉 也不是对大陆道歉 对不对 所以人家一定听得出来啦 所以他说现在要你民进党当局 自己负责 不我知道啦 这个全州台办的副主任 离开就这样讲 所以你民进党当局 要负所有责任 不这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 让人家感受到诚意 那我是认为这样啦 现在你既然司法要结案 你一定要验 遗体一定要验尸嘛 你就趁这个机会就邀请对方的法医一起过来了 然后那个船的碰撞 就请对方的那个船体的专家也过来了 就是共同参与 你只有取得互信 才有进一步走的机会 不然完全没有 你自己结案能干嘛 你事实上在受害人家属没有同意一下 你也不能真的验尸啊 你能解剖吗 你这违反国际的公理啊 对不对 那你没有解剖人真的验尸吗 用外表观察法 这样就可以结案 这不太可能吧 所以我是觉得反正你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求个真相 那不管是验尸或验传都是为了真相 那邀请对方一起来看就是 一定要取得互信嘛 你没有互信真的没有解啦 我说实在话啦 就是没解啦 那你如果印自己结案 我跟你讲后面问题就大了 因为你印自己结案 你等于是你的说法确定 那到时候人家就会来索 索要遗体啊 人家要办后事啊等等 那你遗体还对方 对方搞不好会另立一个形式调查 是他们自己再继续 是啊那怎么办 那调查出来结果不一样 那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那就卡住啦 就卡住啦 就是说那个恶意就会在那里化解不开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 到现在民进党还没想通这一点 那我讲白呢就是 就是不在意啦 没把这个当大事 没当一回事啊 我跟你讲你如果真的没有 没有把214那个事件 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啊 那后续一定会有不断的事件发生了 大大小小 是啊 那个只是说人家有那个修补期嘛 对 可能暂缓没有5月6月 那7月7、8、9 三个月就余讯期了 看你怎么办 你总不能这样问题都耗着啊 所以赖清德自己要想清楚 你520就职啊 7月余讯期就来了啊 520之前赶快把这试给解决了 本来就是啊 看到距离这个东定岛这个大陆部分 在这一次在东海就113号船 距离最近就是0.2海里 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也请教将军了 可以看到距离就是这么靠近 我跟各位讲 其实从东定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什么 是两岸之间彼此在那边 还是有认知作战 在互相利用这机会制造彼此的恶意螺旋 持续的上升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图 那个相片说是东定岛 那不是东定岛的相片 我这边给大家看看 真正东定岛的相片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是大家看到的话 其实东定岛 为什么我要特别给大家看这个相片 可以跟刚刚那个岛做一个比较 刚刚看那个岛好像很小 其实东定岛是蛮高的 它蛮高的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呢 因为第一个就是双方这时候在争执什么 包括我们王定委员也在胡说八道 他在讲说对方要登岛 那我在想说对方也故意弄一张这种相片出来 好像那个岛说要上去就上去 然后到底有没有人要登岛 我觉得这是故意在制造两岸的仇恨池 真的当地的人民 当地去那边实行搜救的人 他绝对不可能会要求说要登岛搜查 为什么因为那四周来讲是360度 你除非是蜘蛛人才爬得上去 没有一处你爬得上去 除了你从码头那边走那个阶梯上去之外 另外那个岛是不可能说上得去的 所以我想说真正搜救 各位可以看这个相片 其实岛的四周都是这种地形 你人根本没有沙滩 然后岛上面的面积多大 大概了不起只有200平那么大 就是一个篮球场 上面只有一个篮球场跟一个灯塔 还有一个一栋房子大概就这么大而已 所以说罹难的渔民 如果遇难来讲的话 他也不可能爬得上去 我想说真正 如果说你真心要救人的话 不会提出这种要求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去讲说对方要登岛要上来 我们这边拒绝或干嘛 我觉得这种言辞对两岸双方来讲的话 都是在制造彼此仇恨的上升 那在目前金门水域发生这种泛船事件 如果两边的这种民众 或者甚至于像我们来讲 甚至于是立法委员 还在借这件事情来炒作 来故意制造 发表一些这种制造仇恨的言辞来讲的话 人家要登岛 我们不让他登岛 他故意要登岛 我觉得这东西于事无法 对于救难来讲完全没有帮助 你根本就是在消费这些罹难的渔民 来制造双方的仇恨 这是我对于东丁岛这个发生的事件 我的一个看法 是 好 那另外可以看到 看完了海的部分 再来看到空的部分 解放军来了 那么国防部在今天上午再公布了 过去24小时之内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动态 总共是会有共击10个架次 还有8艘的共箭 还有可以看到这是空飘气球 有1枚的空飘气球接近西部陆地 在台中西南69海里处 高度是2万2000尺 好 这个部分我们请教委员 这个一定要那么激烈的反应吗 空飘气球 它就是一个气象探测 你当然可以知道说 这个气象资料 对民间有用处 然后对军方也有用处 所以我们很紧张 可是你能做什么 把它打下来吗 学美国那个花大力气啊 开什么F22去发射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响尾蛇导弹 是不是灰弹 去把它打下来 有需要吗 你也说不到啊 因为那个气球高度很高啊 那前段时间不是为了 那个卫星的问题吗 这个发射这个什么 很紧张的啊 这个国家级警报 好啊 那你这个 现在 对岸其实是在测试台湾的态度啦 说 你不是 讲话都叮叮叮叮叮吗 他就是要你收回去 简单讲是这样 我觉得他现在没有要进攻台湾 要武力统一台湾的打算 怎么看都是没有 但是 你如果好 不断的用嘴巴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他就 用这个 好像立将军也讲过 说说你的战略空间 对 那你做那空间什么 就是空域跟海域嘛 他会不会 压缩 对压缩 他会不会跟你登岛作战 不会啦 他就把你 我也可以来 你也可以来 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就在政治上 你就很难 跟台湾的老百姓解释 对 我的领土主权 我的领海主权 在哪里 领土可能还有啦 领海已经 已经 我也不敢讲有没有 这个就是他要达成的一个 政治目的 他现在并没有军事上的目的 包括说他的战机 在绕台演习 他就是也绕得让你习惯嘛 那他军舰 在台湾附近的海域动作 也是让你习惯嘛 那你要很认真看待也可以 那你不认真看待也可以 他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事情 那 美国担心 就是一定可以压着民进党 话少说饭多吃一点 对 这个是美国目前的态度 美国没有在这个市场 有敲锣打鼓 没有啊 是 所以在空运的部分 将军 其实昨天有一者 我们节目我有看 也在讨论一个就是我们 熊山飞弹 对不对 跑到东海岸 台东那边去陈列在那边 我觉得跟这件事情有关 大家看一下 其他这边的海峡中线 我倒不在意了 这好像已经污温水煮青蛙了 是 但是昨天比较特殊的 是这个地方 这地方大家看一下 它是什么飞机 它是直升机 而且在这边两个小时 那代表什么呢 直升机有可能说 从大陆基地起飞 飞到这边来 然后在这边停留两个钟头 再回去吗 不可能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有军舰在这个地方 而且那艘军舰一定是 一定是大型的军舰 直升机可以起降 对 护卫舰或者是 飞弹驱逐舰之类 对 就是052D 或者是什么054 飞弹护卫舰 一定是在这外围 只是我们国防部公布 这个没有公布出来 可是我们公布 从这个飞机 我们就可以研判出来 说是它在东海岸这边 一定有它的这种大型的 毕将军讲得非常好 可以上下直升机的军舰 那再结合我们昨天 这个新闻里面有报导的 东部台中地区发现 这种我们的这个 熊山飞弹的发射车 在那边巡航 那是不是有这种 双方有这种风雨欲来 这个风满楼 对不对 然后双方有这种就是 互相提升这种战备警戒的 这种作为 这是让我们民众比较担心的 我特别把这架飞机 你看它 国防部也很诚实 就连时间都公布出来 它整个在那边停留两个小时 熊山飞弹不是打直升机 它打军舰 打军舰 反舰的飞弹 就代表说是在外海 有这种大型的军舰 在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警惕的 它慢慢温水阻轻化 一步一步 在海在空方面 慢慢像我们 就是委员刚刚所讲 压缩我们的空间 那是你教我的 所以可以看到包含海的部分 空的部分 即便它没有画出来 曾经你告诉大家 这里 这里可能就 以后你如果看到 我们海巡船没有出去 就不一定是风浪的问题 可能那个渔船 后面还有东西 只是没有画出来 渔船后面搞不好有海警船 那我们海军船怎么出去 所以要多体谅人家 你跟我会被说成在地协力 其实这一定是这样 这个没办法 这个可能即将发生 那年我们有去钓鱼台 征堵拳的时候 不是渔船出去吗 对 其实我们海军的船在后面 是 这一定是必然的道理 就是渔船在前面 然后海警船 这海警船在后面 还是就是海军的舰艇在后面 万一前面这个打起来的话 你不要说 这个没有护卫的力量 会被民众质疑 甚至又被民众责备的 所以海军一定都在后面 这个是海上接触 双方如果说有这种冲突干嘛 是必然的一个 大家都已经是 这个 我们把那历史稍微讲一下 2019年蔡英文怎么讲的 她说共机只要 飞越台海中线 要强制驱离 这是她本人讲的话 对我们慈母守中线嘛 那个是后来的 我是说2019年她就讲这个话 她现在不是慈母 那结果呢 结果佩洛西来台 那之后就多月台海中线 你怎么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台湾未来的形势就是随着 不断的现状被破坏 对 产生新的常态 然后你就 开始对一些新的常态 习以为常 就是这样